曾获得亚洲第一美女克拉拉·克拉罗李承敏, 曾在2017年与高尹祥合作电影《唐人街》1871、《The Jet Pendant》1871。 两人当时合作相当愉快。 两人更没有语言隔阂。 该片两人饰演情侣。 二人一同经历1871年华人大屠杀, 曝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 而昨29日克拉拉听闻高尹祥意外促事的消息。 在IG悲伤贴出两人合照道别。 克拉拉在IG贴出与高尹祥当时出席唐人街1871宣传合照。 难过写下,我很震惊听到这个消息。 你是如此温暖有风度的人。 没想到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 我不敢相信必须以这种方式与你告别。 愿和平与你同在RIP。 天文一出涌入许多粉丝留言调念。 唐人街1871背景是1870年代。 当时演出女主角Pione的Clara在中国为了帮父亲酬医药费。 被迫嫁给一个陌生男子。 后来他朋友帮助他逃走。 坐上向美国的船。 却不小心被人卖掉。 最后在美国遇上饰演Tom的高尹祥。 当时电影在北美上映。 二人堪称国民老公遇上亚洲第一美成为一时话题。 全片以英文对话。 如今只能观影追忆。 。